嘩,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一下 這個史上最大雨的天氣報寸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8日,星期五 今天最低氣溫25度,最高28度 多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 稍後雨勢會逐漸減弱,吹和伴的冬至冬南風 嘩,誇張度 天文台總部一小時雨量錄得139年來的紀錄 即是破史上紀錄 為何會這樣呢? 真是誇張了 我們剛才看到一段影片,有人避水衝去 避水衝去 我們小時候就聽這些歌 然後大大哥才發現真實是有這些東西 在柴灣那段影片應該是 有些鬼仔還笑 很恐怖的 有些鬼仔,撞到別人的車底沒有命 這些 真是幸運的,香港有福氣 這些是水災 這樣的水災,暫時看不到有人命傷亡 甚至於深圳那邊 不說可以 是的 我看到大概11點 五十多分 突然說要排紅 在Whatsapp上說 零時零分排紅 都給你幾分鐘走 是不是? 他不會排了才說的 還有幾分鐘 沒有什麼可以做到的 但是有些人在街上排紅會不會浸到呢? 新界北那邊很嚴重呢? 反而說到東也很嚴重 那邊又不可以排紅 新界北有沒有人命傷亡呢? 為什麼看不到呢? 沒有這些事情 只是一美德國誇張 大雨、暴雨、勁雨 原因是如何呢? 看到海葵殘餘,引致暴雨 我經常說 你打不正風 可能打風不成三日雨 整個黑雨、紅雨一樣 可以停工 停學 真的說中了 大部分地區錄得超過70毫米的雨量 凌晨1點 天文台總部 在昨晚11至12點 錄得158毫米 至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高 創139年的新高 昨天是最大雨 成西人 你不能說是超過的 全部的雨量 有些超過150毫米 200毫米都有 九龍、新界、東北 港島超過200毫米的雨量 多誇張 兩個紅雨 但又不是真的很厲害 水浸你覺得很厲害 我們當時在南韓說的是 五百多毫米 即是五個紅雨 你這個也很厲害 特別厲害 因為剛剛打完風 OK仔說一個原因給我聽 之前打完風的渠 塞了 然後又下了一陣勁雨 浸到空階也浮著浮著浮著 很多人去救車 其實很危險 在杏花村的水浸到兩米高 沒頂的 兩米 哇 車沒了 沒關係 沒了錢 人沒了就沒命 哇 真是嚇死人的 這些天氣 對了 政府說 政府宣布所有日後 今天停火 極端情況至少維持到中午 香港現在還在下降嗎 我看到還是黑雨 沒有下降 那黑雨 那就有教訓 今天星期五 真棒 又放長假了 昨晚11點05分開始黑雨 我看到報紙五點鐘的時候 就說維持了超過六個半鐘 是有紀錄以來最長的黑雨 打破1999年的紀錄 對上一次黑雨也在1999年8月23 只是五個小時47分鐘 政府今天宣布因為受到海葵殘餘相關低壓槽 帶來暴雨影響 本港出現廣泛地區水浸 以及公共交通嚴重受到極端情況 所以日效今天是全日停火 另外政府呼籲僱主 你要因應考慮八號風球的工作安排 優先考慮僱員的安全 以及住的地點 上班的地點 可行性採納情理 兼備彈性上班 呼籲 呼籲 我們今早看到有些Facebook的照片出來有人上班 有人上班 有人上班 香港不上班哪裏可以 香港人最喜歡上班 九巴龍運巴士路線暫停服務 直到另行通知 下馬州黃江過光巴士暫停服務 想回去大陸避都不行 大陸現在變成宅國 我看到有些人住深圳那裏都說出海 不是他開車出海 Ivan Sir也不妙 大陸有一間廠 他說什麼 上次下大雨 那間廠已經不見了幾十萬 他的車要找人救 他看著CCTV的情況 看什麼 叫同事救 救不了也沒辦法 有時候的東西很嚴重 那些人經常說救車 你的車開去哪裡 開高地 那些高地都會拍攝 到處拍攝 罰款也要 這樣做 但是周地也是水 哇 黃大仙很嚴重 在地鐵站浸過了 那些水湧下來 好像天劫那樣 超哥有什麼說 李家超 哇 整點鐘都不能睡 他說 1點25分的時候 李家超說 晚上本港持續暴雨 天文台 就黑雨 十分關注 港府對全港多區的水浸情況 紀律部隊是處理緊急求助個案 多個政府部門 渠武署、路政署、民政事務署 相關部門全力採取應對措施 要留意天文台最新的資訊 嘩嘩嘩 真的嚇死人 勞工處說極端情況 不應該要求僱員上班 說就這樣說 說而已 你也沒有立法 僱主說你不上班 我當事怎麼辦 對不對 現在水浸而已 嘩 我當事不開又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們今天有沒有上班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也很想知道 有沒有人這樣跑去上班 地鐵站嚴重水浸 議員速今日 停工停貨 基建幾個小時是難以回復的 恐讓上班大混亂 他這樣浸發的水會不會浸壞車呢 幸好香港沒有浸到漏電 我們當時上網看了一些片 不知道在哪裡 那些 漏電浮到一條條絲 一碰到水又電一件 很恐怖 香港沒有 香港這些做得不錯 奇怪了 黃大仙地鐵站成為了宅國 對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表示 現在是搶險 目前是叫搶險 首要任務 要考慮停工停學 政府有呼籲 但是真的有人上班 很難說 官航線那邊煞停 議員說這些是負責任的做法 那就是 水湧入地鐵都不知道怎麼辦 始終在地底 這些隨時浸死人 韓國浸死過人 浸死了三十多人 剛剛上個月 我去韓國之前 大水浸 我一去到就沒有事 現在的情況 像是我 因為我過幾天又回香港 像我那時候在泰國去韓國 那時候 這麼嚴重的 我要去那個地方之前就是大水浸 南韓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也是這樣 嘩 這樣也可以 希望全港停課一天 以減輕交通流量負擔 香港真是誇張 當是八號風球做 深圳排紅方面 凌晨 凌時排紅 對 就是剛剛 新界部分地區 孔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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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到有幾浸 沒有 沒有採訪 其實很危險 如果你說那裡水浸 叫記者去 你真的 命都沒有 對不對 怎麼知道 水浸有多高 他現在只是蓋腰 他轉頭 過眼 大腰殼 排紅 這些東西 深圳水浦 已經超過水的限量了 當局增大排紅量 還增大 不行 再增大一點 經過研究之後 凌晨3時 我開始調整 本身就排少少 再增大一點 我再增大一點 可能對下游影響 不會太大 我不懂 但是提醒市民 不要去河邊罵雨 不然死了 就不知道什麼事 這些事情 很嚴重 再看看 黑雨期間 全港多區嚴重水浸 有市民爬上車頂 因為在車內也覺得不安全 有些死了火 爬上車頂上坐 前面塞車 地鐵停了 坐在車頂上 和女兒拿著大傘 大家記得今天共過患難 很嚴重 全港油麻地水浸嚴重 油麻地也嚴重 店鋪、預防、預水 但是都湧入 堆沙包都湧入 今天浸壞很多東西 暴雨 令能見度極低 部分路段 積水、掩置車身 全部進入 我看到有人坐巴士 直接湧入 坐在下層 巴士還懂得走好東西 我以為浸了水就停了 那些車不是的 潛水艇 這次沒有人說 因為不知道 怕漏電還是什麼 很大水 東區海底隧道 也是很危險的 我聽到有人說 給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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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浸高你的巴士 一跳了電 你門都開不了 是啊 你在下層打不爆玻璃 上層 南韓就是因為下層有玻璃 它還有上層 在香港 你在上面打爆還可以跳下去 但是你不知道 游泳也會浸死 是啊 很嚴重的 給油去 硬去 但是有人想不到 你11點的時候下大雨 下到瘋了 簡直下到瘋了 瘋到全港有史以來最誇張 大埔開火車站也是嚴重的 小巴停駛的 被洪水圍困 不是地方 尼敦道一大車輛是涉水而行的 就好像一輛船一樣 收腳班巴士也是積滿水的 全港多區 無一幸免的 汽車如玩激流船 有巴士線需要改道 哇 整個廣東地區 不只是香港 深圳也很誇張 深圳暴雨龍江馬路似汪海 汽障台全市進入暴雨緊急防禦狀態 之前內地都是水災的 紹興那邊 但這也是海葵的天文台 他說是就是 可能之前有什麼 打完風塞了一些 消耗了一下 再來一下大水 浸到水過腳 黑雨下 在柴灣那條長命斜西來 嘩 那個大姐就是我們看到 最初的影片 被水不斷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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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他不是水浸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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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長命斜的地方就很糟糕了 今天很多東西都暫停開放了 要去的那些你自己看看吧 農場道那邊,農場河 連人帶車,車上飄浮 很厲害的 還行得到的 原來我覺得這車挺厲害的 黃大仙超級重災區 黃泥水湧入月台積水如泳池 乘客都說是瘋的 嘩,那條樓梯放水下來好像瀑布 你有沒有誇張?你有沒有上網看影片? 又停了,又好像瀑布 電梯部份組件損毀 水深過小腿,但水力很大 如果老人家走出街,一滴一滴就死了 幸好 真的暫時沒有聽到傷亡報告 林川河水浸波及多村 交流下水染屋 是的 其實那時候我有想過買一買一些村屋 在大埔附近的那些錦石花園那些 一水浸上來,原來村屋也不太過癮 是的 起碼地下浸到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電線 你又提心吊膽,怕漏電 腳碰到水 哇,那些 好像洪災一樣 香港大埔 哇,那些水 太恐怖了 真的 有些人說出去要坐汽展船 現在 那些救生艇才能出去 以前以為大澳也是這樣 周圍也是這樣 連沙基灣,耀東村也是這樣 山坡 大石被魚沖了一塊大石 消防道場搜救 那些石大到 可以窄得到的大貨車 這麼大塊石 掩沒了五十米至十米的路段 十米有多長呢? 兩米就是一道門 五道門 就是大概四層樓高 五十米就是一個直尺 直尺五十米 差不多整個泳池那麼大 那些水沖了一些大石 巨大石頭 從沙泥由山坡一射而下 如果有人站在那裡就沒命了 一落大雨站在山邊 就死得人的 山泥傾射 土姆工程人員到場檢視 就說沒有人在裡面 沒有即時危險 但現場路段是受阻的 真誇張 有什麼搞法 你要坐巴士自己上網看 說不了那麼多 港鐵觀塘列車服務 受了石結尾到彩虹站 暫停服務 其實他也會經常轉 港鐵香港站 暫停預辦登基服務 你們要到時看 因為我看的新聞 可能一會 都會更新 官塘站 簡直是癱瘓 官塘線 黃大仙站 雨水倒灌 是緊急關閉的 是不讓人進去的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浸死人 真的 不要讓人 快點疏散 職員也要離開 紅水的紅 水染快線 單線行車 嘩 只是說這些情況 有時間說 受水染影響 洛馬州 黃岡穿梭巴士 是暫停服務的 回大陸也不能回到 入境處 和各分區辦事處暫停服務 醫管理 醫管局 門診早上服務暫停 公立醫院緊急急診室 維持正常 這三個字很難說 那麼嚴重 九巴城巴 昨天的通宵巴士暫停 人們根本很多都不能回家 灣仔 天落裡變成奶茶海 泥水 很多汽車是死火的 香港都在暖七八糟 店鋪都泡水 玩具街的地鋪玩具 就沒有了 真可憐 灣仔也泡過腳 糟了 回到灣仔有沒有玩具看 賣便宜點賣給我吧 環趣商場停車場 水位逼近兩米 多部汽車沒頂 避水淹沒 高過兩米 環趣商場停車場 唉 真是你們公屋傅 真可憐 有些賺錢 你不用開工也可以 這樣浸 泥水浸完後 很多東西都不能用 那些做車的生意就肥了 另外粉嶺九場水浸停電 義工幫忙疏散 那些狗狗全部游水 游狗仔吃 真可憐 人也可憐 不要說動物 現在 敏感度連堂 香園遺口岸 旅客和貨運服務都要暫停 不准過關 大水到這樣 基本上是天降異象 黃厚山村居民 早上乘車上班 有些大排長龍 小巴要等50分鐘 入伙兩年而已 黃厚山村 之前是否拿來隔離 我忘記錯了 我忘記了 都是要搭車難的問題 再加上這樣的情況 更難 難上加難 但是 是不是真的停貨不停工 又不是 停貨是一定的 其實也要強制停工 不過有些老闆 如果今天有事做 我不知道 唉 我不知道 但是上班也是什麼 要我老闆 要我老闆 額頭才行 昨天說什麼 公子母出頭 那些小朋友還說 也不是一定的 那你上班吧 上班吧 不是一定的 看你做什麼 看你做什麼 現在先游泳吧 說一說 其實昨天除了水浸之外 還有很多新聞 說這宗真是你 這些我覺得是 什麼的 弄死 昨天不是說弄死了外生女 放血那宗 極殘忍之後跳樓 有一個枯死人之後就跳樓 這次這宗 其實有些是什麼 跟風 是洋群心來的 普達村單位夫婦打架 女人受傷的昏迷 男人跑去跳樓死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打架 真的 畏罪 他打算打死老婆 他以為 還是畏罪 總之打暈了老婆 女子被打到血流披臉 這麼衝動 那個死者男人62歲 跑去跳樓 男子現場證實死亡 沒有遺書 那女子 即是他老婆 小過二十年 只有四十二歲 身體受傷 昏迷送伊利莎白醫院治理 案件列 傷人和友人高處墮下 其實這宗是大新聞 不過比香港昨天更大的新聞被蓋過了 還有一宗大新聞 九巴車廠致命車禍 車長開工拿車 的時候被巴士撞到 昏迷送院搶救死亡 他這件事好像 他的師兄 即是他們這些同事 倒車撞死人之後 是走了 我看到一篇是這麼說的 發生這個車廠意外 昨天早上7點5個字 警方接報在九龍灣 林華街一號 一個男人 九巴車長 倒臥天台 懷疑被車撞到 事主斷腳 骨折 頭部撞到 頭撞到 頭撞到 死了 已經不完整 全天昏迷 送到聯合醫院搶救 證實死亡 死者49歲 他駕駛16M 九巴路線 四點鐘 當值 五點鐘 未有如期拿車 到上午7點半 發現 倒臥天台 行車道 左邊頭部流血 雙腳斷了 陷入昏迷 送到聯合醫院搶救 八點鐘證實死亡 案件由九龍東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跟進 事發之後 有交通警員到他去了解一下 空案現場 蓋上綠色布遮住死者的屍體 家屬走來認屍各樣去醫院 很淒涼 悲傷痛哭 那又說 是甚麼事呢 他... 他後來又說得不清楚 他是這樣的 遭到洗巴士撞斃 同事涉案是大署調查的 車本身是... 45歲的車長落網 他撞死人之後是走了 也沒有報警 是啊 危險駕駛不顧而去 沒有報警 他現在三宗罪被捕 這個撞死人的司機 不用這樣 他知道嗎 他知道嗎 不知道他知道嗎 撞到東西滾滾滾的 撞到人 腳都斷了 不知道 他怎會不知道呢 怎會走了 這真是恐怖 不顧而去 所以上班也很難說 有時候的事情 你看得清楚 別人未必看得清楚 工會和九巴說死者有穿反光衣 穿反光衣應該可以看到 巴士 看到而已 有死位 巴士 你不要說巴士 私家車 調頭 倒轉走 其實也很難 還說巴士 巴士根本也看不到 只是猜 猜猜一下 那些小朋友很喜歡拿膠袋的頭 那些小朋友 沒什麼玩笑 那些大人也叫我們不要這樣做 另外又說說 有個阿伯 就被人 上去開心開心 沒有一張信用卡 兩個內地男女被捕 很多這些專才下來 盜竊和違反逗留條例 先拘捕那些犯人 另外又如何呢 先看看 太多新聞 就說香港的藥房 劏客不絕 斤就變兩 誤道銷售 每單劏客超過一萬元 殺雞取卵被捕 他被人拘捕 他被人說這樣之後 被人可能被黑了 這檔東西是黑店 他夠膽死 改了招牌繼續經營 女犯做這些事情 就不改 但這樣說 女犯不改是因為 香港政府的法例 不揹 如果你這樣騙人 錢騙過萬 你當我偷過萬 拉他坐牢 他就不敢這樣做 是不是 他現在應該是 刑罰方面 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判罰款50萬 和監禁五年 說刑罰就大大了 但還沒聽到有人說要拘捕 是拘捕到要坐五年牢 就是說他換招牌又吸血了 這些不關我們事 很少我們中招 通常都是同胞來幫襯 然後不知頭不知路 就中招了也不一定 另外還有什麼新聞 先說說綠合彩吧 你中不中啊 水為財 2022、24、25、29、49 特別號碼36 哇 只有20買到29都中五個字 2022、24、25、29 49特別號碼36 頭獎這樣也沒人中 二獎兩注中 派119萬6060元 哇 二獎 百多萬 周圍都大大鑊 幸好昨天還沒搞夜經濟 搞夜經濟的人 出來了回不了家 真是 幸好你的時間還沒到 否則真的時辰到 好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下次再說 拜拜